晚会主席 美国南加州湖北同乡会会长张明聚做事一手献给大家 初心不忘始终怀 日月流缩铁树开 又到春辉催绿草 翩翩黄鹤送福来 成立于1985年的美国南加州湖北同乡会 已有35年历史 是南加州少有的来自中国大陆和中国台湾的相亲相聚一体的社团 近年来 美国南加州湖北同乡会 已联络南加湖北相亲 传承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为宗旨 开展了一系列活动 积极参与社区慈善活动 2020黄鹤迎春美国华人春晚 有文艺开场 名师带队 高潮迭起 名家压轴的特色 开场舞由2017年全美舞蹈大赛冠军雨点领先出演 洛杉矶各知名艺术学院 国乐团和武术学校的老师亲自出马 单纲主演 情歌王子李刚演唱了《一姐没独唱》 南高音歌唱家赵春生献上独唱 今夜无人入眠 湖北籍著名歌唱家刘湘演绎了《好运来》 《红湖水浪打浪》 洛杉矶乐剧团团长王建华表演了乐剧《金玉良缘》 最后是著名歌唱家 中国国家一级演员 2002年 清歌赛冠军麦穗压轴演唱了《母亲和我喊你一生妈妈》 《大地飞歌龙船调》 让台上台下齐声合唱 整台晚会精彩分成 高潮迭起 我们本着为乡亲服务构建男家乡亲相互联谊的平台 弘扬中华传统文化为宗旨 近年来举办了一系列重大的活动 连续三年举办了《黄鹤银村美国华人春晚》 非常感谢所有的支持我们同乡会 和支持我们黄鹤春晚的新朋老友们 在这里我向大家拜年了 祝所有的朋友们在蜀联里身体健康 家庭幸福 事业顺利 万事如意 城市电视台记者洛杉矶报道